因为脑部不正常放电引起的癫症 他在不同人身上病况都不一样 有的会危及生命 但有的却只是短暂的虚神 由于大众对他的不了解 也让癫症病友常常在求职过程中遇到困难 在高雄有一群神经内科医师 看到了这样的状况 决定为自己的病人成立协会 与手作包子工作坊 藉由提供工作机会 让他们重新找回自信 红色红麴 绿色抹茶 黄色地瓜 这五颜六色的馒头玫瑰花 不仅用料天然 口感扎实 他们还是癫症病友 为了证明自己所投入的努力 我们要让社会大众看到的是 我的病友在他的生命里面 有那么多的困难跟那么多的障碍 那么多的病痛 可是他有办法贡献他的技术 然后生产出这样的馒头 那一般是会大众接受 这样可以吗 两片一份弄起来 这里是高雄癫症病友协会 所成立的手工包子工作坊 里面的员工 大多是有多重障碍的癫症患者 你的右手扶着面团 好 慢慢放下去 左手要接好 好 开始转旋钮 转两圈 对 跟着教保员的指示 操作压面积 今年21岁的丰园 经过一年的学习 总算能够上线工作 因为我们教过很多 就是病友学员 他们通常在试做的时候 很容易就是面团放下去之后 要么这只手没有去接 要么就是忘了要去转转 让那个缝隙更加拉压的更薄更变 很好 后面这边也要薄一点 你这样子等一下才粘得起来 好 下面再压一下 黎焕糖市镇与癫症多重障碍 刚从学校毕业的冠宇 一年前经由转介来到工作坊 生活才终于稳定 大概有一年了 因为我爸爸登前也是一年过的 那个时间 那你来这边是做什么样子 就是做一些 一进来的时候就先包那个起司包 然后在这间做肉包是类的 过来之类的 到假午刚好做一些挖膏是类的 请大家终于这样 那你如果会做的时候它会骂着你 不会 它不会 那它做什么交易 就是有耐心的叫 对 嗯 我觉得包容真的很重要 包容它们 因为它们 事实上它们不只是有癫症 这一个问题存在 事实上它们还有其他功能性 不是那么 跟一般人比起来 它们不是那么足的 的情况存在 那我会想说 今天如果说没有办法在这边 创造一个就业的 不要 就业的机会的话 事实上它们真的无处可去 就是拉到这样子的程度就好了 也不要弄得太细 好的 好 像这样子 这样就可以了 对待学员很有耐心 交保员黄美玉能够将心比心 是因为自己本身也是位癫症患者 那我在40岁之前 事实上我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 对 然后到了我40岁之后 我换了 那个时候我要 吃药吃到 假装腺出问题 然后才开始换药 然后换药就一直换药 然后就换到现在的 现在的药 然后这个药就 帮我控制的非常非常的好 就完全跟正常人 完全没有两样 癫症在每个人身上的病况 都不一样 有时候会有生命危险 但有些时候 就只会短暂的失神 所以癫症基本上 它是一个脑部的疾病 那它就是因为脑部 不正常的放电引起的 那这些病人在发病的时候 常常会有意识障碍 或者是大抽筋跌倒 倒在地上抽搐这样 所以在不熟悉这个病的病人 看到他们发作 常常会被吓到 也是因为不了解 所以病友们在工作上 常常处于弱势 可是老实说 对我来讲 我常常很难度过头一个礼拜 对 那除非就是说 老板他真的是很包容你 就觉得说 你跟这样抽一下而已 没有关系 他就会让我继续做 不然的话通常就是 请你回家 对 通常都是会这样子 会很难过 就是说 有时候会觉得说 为什么我们的药物 没有办法帮助他们 说可以完全地 帮他们控制好 让他们不罚做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在社会上工作这样 于是在24年前 高雄一群神经内科医师 为了病患们 成立了关怀协会 很多病人回来 跟我们说 他们因为这个疾病 找不到工作 那长期失业在家 那就像我们刚才提的 其实这个病 并不是所有的病患 都合并严重的智能障碍 有很多人 他们其实如果他都不发作 他除了发作的问题以外 其实他的智能 跟他的社会能力都是好的 他学习能力也都是好的 那所以对他们来说 闲置在家真的是很可惜 所以我们的前辈医师 还有病友 还有社工他们就想到了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有办法用 让他们学习一项技能的 让他们自我谋生 那于是他们就想到这个包子铺 这个一个方法 我最主要是要他的颜色 因为这个地瓜是红地瓜 那它是属于颜色比较漂亮 从初期就加入担任教保员的黄美玉 现在已经是工作坊里的灵魂人物 负责面团的配方比例 这样就差不多了 因为等一下再打的时候 它还会再更碎 我们的料真的都好敏感 对啊 对啊 我们就是真的完全是天文的 制作完 彩色面团 黄美玉挑选出几位功能性比较好的病友 来组合叫醒馒头 第五片我会稍微选小一点点的 小一点点的 然后就开始花心嘛 就把它卷起来 在手把手的教学下 蔡静怡逐渐上手 也慢慢找回自信 玩之前是在别的地方 工作很多种东西 很多种工作过 很难找工作 我们有台主台比观世音菩萨 小孩没有离婚 小孩没有离婚 这样这十五个儿童 这样都顺利 顺利 没什么事 没看没看 这样大书 发小书 小书发无书 即使已经七十几岁了 静怡妈妈一直到现在 都还放心不下女儿 比较多烧锅了 有啊 现在新的一种是什么 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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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够做一些 人家没就有了 如果有一天我先走 我也是交代 他们这小弟小妹 兄弟 不认为这妹妹要照顾 我们人不走不一定 我七十几岁了嘛 不走也不一定了 虽然静怡属于小发作型的患者 但也曾经因为在早餐店上班时发病 导致三度灼伤 所以渐渐渐紧张的时候 那个手压下去 那时候空白手压下去 因为那时候没有 已经没有浴室了 完全不知道在做什么 起来的时候 其实很熟 什么白这个样子 压的时候都不会痛 然后吸皮而已 就是这个皮都那个烫伤了 已经医生说不是一般的二度 是三度 要做人工纸皮才有办法 所以这个都是你们自己手工做的吗 对对对 我们自己存手工做的 一定是手工 你看每个长得不太一样 一定是手工的 如果工厂做那些 一定造型都一样的 对不对 像静怡的状况 其实只要避开危险的工作环境 它的表现就像正常人一样 工作坊希望这样的病友 有一天可以独立 甚至还规划了启动盘车 这个不同造型的啦 这是玫瑰化造型的 你参考看看 这个串起来就这样子的 所以才有 慢慢地有这个 参车的加盟的模式出现 然后有新的文创的东西出来 比如我们的玫瑰化碗头 然后采用碗头 这些整文创的商品出一来 才慢慢地 让我们的店面也开始有吸睛 然后慢慢地 现在我们才有办法 转 亏违 就是这样 带着冠宇在路边招揽客人 这样的搭配 加上玫瑰花造型的馒头 吸引了不少路人上前询问 我要的是让他们自己站出来 让他们自己让社会大众看到他们 是不一样的 他们拥有他们的自信 他们有办法走出这一步 我虽然生活非常的 受到对这些疾病的一些困难 可是我有办法有勇气站起来 然后告诉其他的病友 还有其他的人 我今天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 自立自主 我有办法创业 我要走到这一步 让所有病友有办法看到这个 这个是我们执包子店 现在目前最主要的东西 上面是整个是那个蔓越莓 所以这是现在的面团 那红色的并不是色素 也不是我们拿起来这笔 把它用成彩虹色 它本身是红裙 是红裙色的 带领小朋友 一步一步地完成手作馒头 在这过程中 也让他们了解 丁贤病友的不便 将尊重的观念 从笑埋下 其实这是所谓的感动行销 他们看到我们病友的努力 跟付出 然后又我们的用料又实在 然后又可口又好吃 所以他们会感动 而且他们亲自在看到 我们在用料的部分的认真 跟仔细 从灵到有 这群人默默奋斗着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见 他们的努力 生病并非所愿 但是只要认真 其实生命一样可以很精彩 大家好 我是凯淳 还喜欢我们的影片吗 请帮我们按个赞 或分享到脸书支持我们 如果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帮我们订阅 并按下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看到 更多的影片咯 在车前说 这样铭铛 撒不吓 然后 开启